好不容易盼到了新冠疫情趋缓 但是疾管署副署长罗伊军表示 传统的传染病包含像是肠病毒 流感跟登革热 都有可能在今年卷土重来 因为国内在过去的三年 以往的传染病都没有比较大的流行 有的甚至只有个位数 有所谓的免疫负债 也就是今年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而罗伊军也进一步的指出 本来就在春夏流行的肠病毒疫情 现在已经蠢蠢欲动了 比较反常的是流感 冬天因为戴口罩没有流行 不过在两次口罩解封之后 目前看起来疫情有逐渐升温的趋势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